你好,我是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的杨一阳 我到了美国,曾经有三个势力,给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个势力就是一个刚从大陆过来的年轻学生 他跟我说,美国这种资本主义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 还有两个例子就是在网络中 我把我们经常的会议放在YouTube网站 大陆的和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学生他也能够看到 然后他就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大陆学生让他们感觉 就是说一部分学生感觉就是说 我们这种活动是在分裂祖国 然后会引起一些动乱,会给国家造成不好 虽然他们也不反对民主 但是说现在搞民主很可能就是说 把中国政府搞得很混乱,人民生活更坏 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说 中国政府另外一个学生他就在国外留学 然后再回到中国去 他说中国政府就太强大了 这个特别是一种独裁统治特别强大的力量 必须通过暴力武装的手段才能够统治一种和平的 我们这种和平和平非暴力抗争的方法 不能够改变中国这种社会 然后我就说想请杨博士对这几种意见发表一种看法 谢谢 第一个就是民主会给中国带来动乱 在空上一直用乱下来 中国会乱 没有我是乱 中国有一个叫进化园 里面有这么多故事 有个人讲说 我们不能睡觉 一睡觉就死 大家就是 你看都不睡觉 如果像他顶不下去了 他真睡觉睡就死了 你看是不是 所以他越不睡 他越死 他越不睡的时候 他越睡 只要一睡就死 对不对 共产党他越不改变 他越偷的酒 当然要乱 乱人是共产党 中国要遭变得的 没什么乱动力 他怎么会乱呢 对吧 我们现在你看 印度尼西亚 是世界上第四大人口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还有什么呢 穆斯林 对不对 有穆斯林 还有基督徒 而且 苏华他家族 那么腐败 这几年民主化 没乱 印度尼西亚没乱 印度人口也没乱 所以共产党他就用这个来吓人 就是说 一民主就没乱 这个是不可信的 尤其是我们从基层一点点来 他们说老百姓不懂民主 怎么会不懂民主呢 我怎么不懂修建 修桥价建 我怎么不懂 一个村里我需要一个廉洁的人来管钱呢 谁都懂 如果我们基层一点点这样做起来的话 你要愿意玩 中国不会乱 老百姓谁愿意乱 老百姓不愿意乱 你想想 谁愿意拿生命去玩去 很多人 很多人都认为在中东 在什么 帮到死来 那些人天天想什么 想这个捆着炸弹 一拉去炸 实际上也是假象 没有几个人愿意用生命去换任何东西 你只要是把它考虑开一开了 让大家慢慢的走 我认为不愿意 那共产党就用这一条来下来 共产党还讲人权论的时候 他说生存权是第一人权 他说很巧妙 不让很多人相信 你看 他说你搞民主不乱 他说你要民主 你还要富裕 他问你这个问题 但是民主和富裕不毛 为什么同时又要民主要富裕呢 他并不是说你要火 你还是要炭 这个是故乡故乡有的 不同时有的 你是要兵还是要炭 不是要火炭 有兵 兵叛不可九一一十 就火和兵不能在一起 这个是不能同时有的 那为什么民主和富裕不能在一起 我就觉得奇怪了 他说你要说话 你就吃不上饭 那我们的嘴只能吃饭 要不然就吃饭 要不然就说话 是不是就共产党还不断 你拿手 要不然就举手 要不然就创造财富 你只要举着手 就不能举手 创造财富 这不是很奇怪吗 共产党用这些假的东西来欺骗 虽然这是一个问题我想的 第二个问题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他就说一些年轻人到了美国过后 觉得就说美国这个 虽然说是资本主义制度 但是我就说 根本问题要问 你认为现在的这个共产党 它还有没有保持它 就是中国共产党 它真正的是共产理念 对对对 共产党咱们知道在中国 中国搞假奥兵比提 对不对 拿了这么多金盘 大家也知道 就其他假 所以不信价 但中国你知道最大的假是什么吗 唱歌是这样 就说咱们说 中国现实的最大的假是共产党 共产党叫共产党 实际上每个共产党的官员都会怎么一样 对不对 这是最大的假 共产党你要现在翻共产党的党上去 共产党要什么 要干嘛 最终的目的 最烦 消灭什么 私有制 拿到私主义 是吧 消灭私有制 然后实践共产主义 等等等等 这是他们党上 现在是一条路党的话 举手还要背这个东西 他们的私有财产比谁都多 对不对 所以他们都是红色资本家 所以现在不要达到资本主义 但是他们自己开始叫这些 中国最大的假就是共产党 它叫不是共产 实际上它只供别人的产 不然没有共产的产 对吧 所以这是最大的假 那现在我们来看西方社会 西方社会从一个民族 尊敌发展过来 一路发展起来 它有两把产党竞争 这是我下一篇的杂志人革命要讲的 就是说 两个党竞争 怎么会 就会出现了 我们社会主义想要 我们要的东西呢 因为很多东西 收购化税 你要收税收得很多了 不就公有制了吗 你要是大家挣的钱 我都收回来 不就公有制了吗 所以呢 最头上这一点呢 叫公有制 然后收税一点税都不收 我们连政府都没有 不收税也没政府 是完全的自由化 完全的私有化 两国政府 这两个机关 对不对 这两个机关 那以前中国是这个机关 没有私有其他财产 你只要挣的钱 除了给你吃点饭 全部给你拿来 那就完全的公有制 好 现在呢就是说 为什么要搞公有制 有人说 好 我们有些人照顾 我们有些措施团区要照顾 要拿那些能干的人的钱 因为他太能干了 挣的钱太多了 拿一点照顾那些 也太能干了 纳税 社会福利 有的是残疾 有的是父女儿 需要照顾 老弱病残 那就收一些人的钱 要政府来使用 去照顾那些人 政府就要收税 你要收太多 就是提左 一点不收 就是右 到底他俩是站住的身体 谁都不站住的身体 都有道理 但是你不能走向机关 你一旦走向机关 就要出问题 工程党一下子好这个机关 要么一下子好这个机关 为什么民主 再回答你 为什么民主 你发现 不走机关 这两党挺近的 你这边走一走 你走偏来 然后 你选 你选 你选下来 再过来 你来到这儿 你把他走的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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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党到这边开地上 他给你揪过来 到这边拿着 他给你揪一下 左派和右派 弄来弄去 谁都不知道 这最正确的五条线 但是 经过他俩的这个换来换去 就是把这个五条合成路 所以呢 在这边极端的好自由制的人 最后你还可以搞钱 你要收点税 比如说比社会主义 比中国还社会主义 就要收点税 对不对 那这边搞的嘛 也不能把所有的富人的钱 全都拿走 要来谁赚钱呢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走出一条 一条合适的路 这才是真正的 中英之道 中国人天天讲错误 天天讲错误 中国人中英都大 天天中国再搞结完 中英之道 尤其是政治的中英之道 只有靠民主才能试验 看到没听过了 这个道理 只有靠民主才能试验 我觉得这样的 才不能走 对 对 对